全国学生美术比赛得奖的作品出炉了 学生们的作品展现出多元的创意 而其中食安和居住安全问题 也成为绘画创作的题材 总共358件得奖作品 也会在台湾艺术教育馆展到2月23号 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免费前往参观 全国学生美术比赛竞争相当激烈 从将近3万件作品当中 入选8000多件 获奖率只有4% 其中有一位就读秀朗国小的蒋炳锐同学 漫画主题谁最黑 以收水游事件作为绘画题材 还有水墨画爆米花两件作品 获得爽料特优 宝毕胖是学校旁边有一个阿贝在做这个生意 然后我就要想到这个题材 然后收水游是之前的那个食安的问题 然后我就想到说那个黑心上人是黑心的 另外这位就读复兴商工的吴伯荣同学 则是以这一幅一起为高雄加油打气 获得漫画类高中执主的特优 把高雄气爆事件作为背景 作品巧妙结合市府团队和军队协力救灾的画面 加一点温馨的元素 希望用画笔来抚平灾害所带来的伤痛 这些表现比较生活化 就是画一些台湾的 不是画一些熊啊 或者是青红土拨树 就是想替台湾加油打气 也不只是只有人民 有可能是台湾这些小动物啊 他们说明也很想要帮高雄打气 然后场景是用高雄港 然后高雄的那个汉鸭子船 然后还有85大楼在远景地方 就暗示在高雄这样子 那么在这里我要讲一句话 那个竞赛的名次 并不等于你的艺术成就 因为艺术没有终点 你应该是在日路一日的探索 磨练中积极的累积自身的美感 美感经验 那么将艺术融入生活 不断的创新 达到实质的美化人生 彼此老师以艺术没有终点 来鼓励每一位对美术充满兴趣的新兴学子 而这次的得奖作品 包括绘画 西画 平面设计 水墨画 书法等七大类别 都会在台湾艺术教育馆展览到2月23号 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免费前往观赏 中架台湾新闻的一如 财富报道